曾担任台北县议员、板桥镇长及升格后首任板桥市长的海山集团掌门人刘顺天 54年前一书面认为廖炳德,改姓刘并为长男 刘炳德于30年前身故,刘顺天也于10年前病故 其四名子女认为可依法代位继承刘顺天名下 其父刘炳德应继分的遗产 两年前提告要求徒销刘顺天子女刘炳黄、刘炳华、刘敏珠三人 继承登记位于新北、桃园市及花莲县的多笔土地 新北地院认为,原告和被告DNA鉴定的关系指数偏低 违反真实血缘关系,驳回原告之诉 但可上诉 海山集团掌门人刘顺天是板桥三大家族刘家、邱家、郭家的刘家大家长 日志末期曾担任刑警 于民国97年因心肺衰竭于家中病逝 享年82岁 育有四子一女 长子刘炳伟曾任省议长及立委 四子刘炳黄曾任板桥工作调节委员 及板桥后站商圈发展委员会理事长 三子刘炳华曾任立委 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四子刘炳中曾是板桥中兴医院院长 判决指出 刘顺天于民国53年也书面认领廖炳德为长子后改姓刘 刘炳德与有一子三女 刘炳德虽于民国77年身故 儿子刘震章三年前却发现当年板桥护正事务所 未将其父刘炳德登记为刘顺天知长男 至护正事务所申请护籍资料更正 将刘炳德出生别登记为长男 刘震章认为他们兄妹四人依法应可代委 继承刘顺天名下刘炳德应继分 位于新北市、桃园市及连县土地等遗产 因刘顺天七级儿子刘炳伟和刘炳中三人 已于民国101年抛弃继承 只由儿子刘炳黄、刘炳华及女儿刘敏珠三人办理继承 因此 刘震章提告要求吐销三人的继承登记 未确认双方血缘关系 去年由调查局DNA见识实验室 分别采样刘震章及刘炳黄口腔粘膜绞胞 鉴定结果双方累计输职关系指数仅0.001 新北地院认为 依次结果难以推认刘震章之父刘炳德 与刘顺天具有血缘关系 日前驳回此案 仍可上诉 邦桥刘家掌门人任养长男子孙征产提告外诉 图报细资料照 分享 关于 test 打资料 委员 你的